现在正在向我们挥手致意的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老兵王战山 他今年已经91岁了 他曾经先后参加过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 中越边境 自卫环击作战 可以说是为国家出生入死 这是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前的一幕 一位身着军装 神情坚毅 却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在万众瞩目下被抬进了人民大会堂 他是谁 为何能获得如此礼遇 2021年6月29日上午 首都北京突然出现了一支庞大的车队 21辆摩托车开路 引导着5辆国兵车缓缓驶过街道 这可是我国的最高荣誉 人们开始猜测 车上坐的究竟是谁 当国兵车行驶至人民大会堂门前时 车门缓缓打开 老人在专人的搀扶下坐上轮椅 在少先队员的欢迎下 来到了大会堂门口 随后被人抬进大会堂 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 国家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后 王战山这个名字才被国人熟知 他18岁参军入伍 在炮火的洗礼下成长 解放战争中 年仅18岁的王战山 在战场上身先十足 在三大战役中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 也在敌人的枪炮下 成长为了汉不未死的革命斗士 将国民党赶出大陆后 王战山原本应该打算服从军队的指挥 转业建设百费待兴的祖国 然而和平的日子没过多久 朝鲜半岛的烽火便燃了起来 美国人张着武器装备精良 在我国边境肆意妄为 来之不易的和平 在顷刻间被美帝野心狼打破 王战山也随着抗美援朝的队伍来到了朝鲜 此时的他在解放战争中磨练了一身作战技巧 虽然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但他心中时刻铭记美帝野心狼 就是指老虎的口号 每当面对美军 王战山总是能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轻功 每次都将装备精良的美军耍得团团转 交手多了之后 他慢慢琢磨出了一套打美国鬼子的战士 每当有新兵来到朝鲜 王战山就会用经验告诉他们如何痛揍美军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共同努力下 美国人渐渐认识到了 先进的武器装备并不能左右战场局势 而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决心 也让美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总是被动挨打的美国人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想要战胜中国军人除非上帝带着钢盔亲子上阵 美军在战场上的无能表现激起了美国国内反战的浪潮 美国民众痛骂美军 称他们在朝鲜战场的表现就是在拿纳税人的钱挥霍 美国军方因此开始动摇 此时他们还想不明白 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何总是战无不胜 并且放弃了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同志愿军生死相搏的想法 然而接下来南韩总统李承晚的做法 去险心将美国人葬送在朝鲜半岛 1953年1月20日 埃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 他一上来就开始收拾朝鲜战场这个烂摊子 先是撤掉了在战场上肆意挥霍弹药的范弗里特 随后表明向中朝方面让步的想法 并提出交换俘虏的建议 按照正常情况 当战争打到这种情况时 双方就应该停火了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谈判桌上的博弈 1953年6月25日 这一天正是朝鲜战场爆发的三周年 中朝联军计划在这一天和美军签订停战协议 彻底结束这场战争 但是令双方都没有想到的是 美军在谈判中的让步让李承晚大发雷霆 为了破坏和平谈判 他命令南韩军队在美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战俘营的大门打开 然后把逃出的2.7万战俘全部私自扣押了起来 他想用这些战俘当作自己手中的筹码 要求美军停止停战协议的签署 并准备大举向北进攻 在如此背景下 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 京城战役 这一战也被称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的最富裕的一仗 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战是单方面的碾压 但此时的南韩犹如困兽 在绝境中发起了最后的反扑 王战山所在的部队奉命驻守京城距离是北山 遭到了南韩军队炮火的猛烈袭击 王战山眼睁睁 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这种情况是开战之前 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王战山所在的阵地非常关键 这点从南韩军队持续不断的炮火中就能看出 看着倒下的战友们 王战山心中已经做好用生命守卫阵地的准备了 可就在这时 一发炮弹在他附近炸开 刚缓过气来的王战山在爆炸声中倒了下来 然而没过多久 王战山就凭借着顽强的意志站了起来 刚才的炮弹只是把他震晕了 检查发现身上并没有致命伤 于是他急忙扛着枪守卫着这个阵地 而此时南韩军队已经在火力的掩护下悄悄摸了上来 王战山身边已经没有几个有战斗力的战友了 他在战壕中 眼睁睁看着身负重伤的战友冲向敌群 引爆怀中的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他的眼眸在消音中通红无比 看着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 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王战山在喉沟中一枪接一枪的向山下发泄心中的怒火 但敌众我管 而且敌军在进攻间隙还有炮火的掩护 让坚守阵地的志愿军越来越少 最后阵地上只剩下王战山和其余五个战友了 他们用尽生命的最后一口气 挡住了敌军共计38次进攻 击毙敌人400余名 等到其他部队来换防时 王战山已经因为失血过多倒在了地上 战士们原本以为他已经牺牲了 贴近后才发现他还有微弱的心跳 联盟将他送到了后方医院 这才保住了王战山的生命 他也因战场的表现 获得了二级战斗英雄的称号 1958年 王战山作为志愿军的代表 收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 在那个年代能收到主席的接见 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讲都是莫大的荣耀 而王战山更是先后四次获此输入 在那段和平年代 王战山担任河南省安阳军区的副司令员 但他在军营中总是和战士们在一起同持同住 每当看到年轻人入伍 王战山总是想到当年的自己 半生戎马 他已经继承了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尽管升居高位 却从未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加入谋私 和平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 在我们的援助下赶走美帝野兴郎的越南 竟然将枪口指向曾经的救命恩人 在中越边境多次制造流血事件 王战山每每听到关于此的传闻 总是控制不住握紧自己的双拳 终于到了1979年 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王战山指挥机动师在战场上横扫越军 让他们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中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 王战山为了祖国的建设投身基层 尽管身上伤痕累累 但人们总是能在一线看到他的身影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军民与水情 咱共产党的部队能打胜仗 离不开老百姓 作为党员要报老百姓的恩 他是这么说的 同时也是这么做的 离开部队后 他并未忘记自己的誓言 经常为百姓分忧解难 还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向贫困地区送去物资 希望这里的孩子 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同时向孩子们宣传爱国主义教育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向祖国的花朵 讲述和平的来之不易 也正是因为这样 王战山才能在2021年 被抬进人民大会堂 得到全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王战山老人在回忆 抗美援朝的那段岁月时 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语 对他而言 那段征容岁月是难以忘记的 身上38个弹孔 是独属于他的荣誉勋章 先后四次收到毛主席的接见 更是祖国和人民对他的肯定 而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 像王战山一样的先辈 我们才能享受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盛世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